来看一下,请各位在这个地方再看一下 我们的程式码是在4-14页这地方 4-14页上面这里 那第1个也是一样,请各位这边新建一个,就是你这个专案第4章的专案新建一个类别 反正以后一直增加类别就对了,一个类别,那类别名称的话呢 请各位输入是 CH4底线3底线1 OK,那把它打开来,打开来之后呢,把这程式码 把它输入上去,我顺便讲一下,如果有些同学实在速度有点跟不上的话 那其实在那个光点里面 都有了,那光点你把它打开来之后,你们有应该会有这个里面的这个这个程式码 那程式码里面的话,比如说第4章 第4章里面呢,你可以看到了,比如说4-3-1,那如果说你今天要取得里面的程式码就非常简单,在哪里呢 就在SRC SRC 里面的话就有个Java档,你可以怎么样呢,把它按右键 编辑 编辑之后的话,里面程式码就有了,你可以怎么样呢 复制贴上 当然我比较不建议啦,如果你实在来不及的话,因为有些同学可能比较快 Key一下 而且你要感受一下,你打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我前面一直强调就是说呢 它有些东西都会自动出来 比如说呢,什么System.out.print这个地方,你点它自动会出来,你要尽量 用Eclipse就是要利用它那个 自动提示的功能 很多都不用打,你只要记个头就好了 OK 好,那这一题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这个部分呢,请各位也是要先新建这个类别4-3-1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顺便讲一下说 有可能有同学会觉得说,老师为什么他这个utile 这个scan,他这样子有点锁,有点麻,有点 重复了,为什么 因为这个scan 他前面这个套件呢 除了可以放在前面之外,另外还有个方法,就是说你可以在最上面 把它input进来 因为utile这个套件呢,除了说你可以这样的方式 来用 之外,还有一个方法 只要把input进来,input也是一样 应该各位有记得这个input 关键input什么,你就打一个java 也就是说呢,我把这个utile utile,你打一个utile,enter一下 然后back一下,utile,dn 一定会出现一个scanner,有没有,出现enter之后的话 如果你做了这一件事情之后,以后呢,底下这个 前面这个部分就可以拿掉了 为什么,因为已经有input了,你就不用再开头就是 让他知道说在 这个java里面utile这个套件,这个部分就可以把它delete掉 然后后面这个地方就可以delete掉 这样感觉会比较没那么 不需要,就是比较不会那么冗长 这是方法二啦,那两种方式 那这里的话呢,我们用scanner,一样取得 扫描,就是使用者到底key是什么 那这边的话,一样就是说呢 输出的时候,请输入什么,升高 然后如果说呢,我们要取得 升高的部分的话,我们执行 先执行给各位看一下,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呢 请输入什么 升高1,那升高1的话呢 我们就比如说输入什么,180好了 180enter endel之后的话呢,他会出现什么 什么